大家好 每天都是好消息 这里是塑瓦和批评书 一直一来我都在不间断的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个说中文的人 我们这些个长期被成功学洗脑的人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义无反顾的 而且是绝不放弃的 一直在坚持作业一件看上去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如一的 在那里为我们家老川总统祷告呢 我们为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支持他呢 我们为什么要绝不放弃我们的鼓语呼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最近是好消息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们这些个人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曾经消沉过 但是很快我们又起来了 你会发现我们拥有一种很惊人的一种 一种精神的驱动力 真的这是中国人没有过的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就是 他是谁在台上我就支持谁吧 是不是 因为支持在台上的人对自己有利啊 你如果在美国你应该也是这样子 是不是 你说啊共和党上来了 因为共和党人当总统了 那我一直是共和党吧 那共和党走了以后民主党上来了 那我一直是民主党吧 因为他都在台上嘛 是不是 但是你发现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的 美国人他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理念 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个中国人 他都是什么呢 就是哎呀 那构成一部历史吧 我可以这样讲 你中国有那么多朝代 你发现中国的那些个批民 那些个韭菜 那些个中国人 他都很容易就转换自己的角色 而且还觉得自己还吃喝瓢豆 日子过得不错啊 所以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 能够有那么一种精神的驱动力 我今天想了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做意志的精神 所谓意志的精神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那种精神原动力 它不一样 意志是什么 一样的 意志的 这是质量 是吧 就是有一种意志的精神 这种精神到底从哪里来呢 我说一个人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你一定要找到这种意志的精神 所以今天也是个主日 我也是我的一个主日 分享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这一个听上去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怎么说的 就是有一点点安静吧 但是也有一点点思辨的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有些人也还挺喜欢 昨天还有人问我 他说要是怎么不给我们讲 安静的深刻一点的话题 深刻一点谈不上了 但是我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情 我是这么讲的 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意志的精神 真的 这个太重要了 尤其是对中国人更重要 一定要找到它 因为人的观念志学 如果不更新的话 人对新事物的想象 永远都是徒劳的 所以我想起我过去的生活 我觉得很可怜 一直以来我总是盼望着美丽新世界的来临 你说这个共产党 它在中国忽悠一个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给我们许诺的一个美丽新世界 结果我们群体掉进了人间地狱 所以我们非常的失望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在一个观念志学的问题 就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世界是并不是越来越美好 而是越来越败坏 而是越来越痛苦 所以你说我们小时候唱歌 就唱啊 轻轻消息沉睡的心灵 哎呀 就这种歌就是什么呢 就是明天会更好 真的是 但是我这几天在加拿大 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你比如说耶稣说的话 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如果听这句话的话 你就觉得你不要想那么远了 你把今天做好就行了 是吧 那今天就 意思说今天的日子就很好 但是他说什么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也就是说明天不见得比今天好 明天有可能比今天更差 这种观念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 因为当你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人的想法 人的那种心理习惯是怎么想的 不要上帝说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在上帝的手上 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你一定会这么想是不是 但是耶稣告诉你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那意思是明天有可能明天更差 然后完了以后你说一想到明天更差 那我就啥都不干了 我就躺倒呗 那我就躺平呗 那我就是等着主耶稣来救我呗 我什么也不干 第三句又不一样 他说什么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可以了 你要承担 就是人生的每一天其实都是难处 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天 你人的合理的动作应该是去承担 应该是去坚持 应该是勇敢 你说是不是 你想想把这句话 就这么一句话 我们基督徒都能背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去仔细的去思考过 尤其是没有把自己的人性卷进来去思考过 你仔细想想 你把这句话如果想的有点小明白了以后 你就能解释 你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华人 你在美国 你居然就那么义无反顾的坚持的去支持川普总统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真的 所以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一个人如果不对历史说抱歉 不承认过去的错误 新的事物就没有成长的空间 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也是如此 圣经说清新的人有福 只有当我的观念秩序被更新 这个悲惨世界才有可能呈现出崭新的一面 我对我自己说 如果我真的是热爱新生事物的话 那么请从我自己开始 不要一味的去指责别人 反倒要把自己的黑暗撕裂 反倒要自己看见自己的败坏 承认自己 靠自己的话 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说这个圣经呢 其实是不好懂的 不好懂 有些人虽然是道背如流 有些人虽然开口闭口都是安门 但是还是没有理解 既看不到神也看不到人 只看到一点表面的格言和一点点更表面的道德审判 圣经是对中级秩序的整体的描述 也是对人性的绝对的怀疑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人必须要多读书 要建立起丰富的知识结构 必须要沿着专业的知识路径 专业路径去沉思上帝的话语 才有可能在观念秩序的层面 慢慢靠近圣经的它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思辨的能力 如果我没有思辨的能力 如果我没有专业知识的能力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应该要是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所以我这些年我也喜欢一个人安静的领受 尽量的不要介入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 很多人骂我 说有人就问我 你怎么人家妈你怎么不回应呢 我通常我都会问自己 当我准备回应的时候 当我准备参与讨论的时候 我都会马上反问自己 我在方法论上真的是有所准备吗 或者我会看对方的话 我会觉得他在方法论上面 跟我可以产生交流吗 如果我的判断是不可以 那我肯定是不会回应的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任何人说出的任何话语 它都一定会存在 挥执不去的人性论和知识论的漏洞 但是我们又要追求一种自由表达 那自由表达的好处就在于 表达让我们的漏洞如此明显 以至于我们可以展开 针对自己的开放式纠错 也就是说自由表达 不是要让你呈现你的伟大光荣正确 不是让你呈现你的优势 而是要让你通过表达 呈现你的必然存在的一个错误 如果不表达 那就意味着所有的错误都没有来到语言的层面 有可能一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当然也就不可能展开 针对自己的一个开放式的纠错 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永远找不到自己的错误 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些个重要的一些关键词也需要变一些 比如说同情 我们从小就有人说同情 但是我们往往又误读同情这个概念 比如同情这个词在西方思想史上面 它是由英国的哲学家 大卫·修默首先提出来的 同情它是指什么呢 它是sympath sympath是指人类社会共有的道德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同情心理的 中国也有这样的表 也有这样的表示嘛 也有这样的表示嘛 叫恻隐之心嘛 是不是 所以但是这个修默的同情 它是这个单词来自于希腊文 其中一个的前面是sym sym在希腊文是指syn 它的意思是共在 也有分担有分享的含义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主耶稣 它是一个痛苦的主耶稣 它是一个背钉十字架的主耶稣 它是一个悲剧 真的 那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这种悲剧的状态 人的同情 人的分担 人的这个共同承担 它才有意义 人在幸福的时候是不需要分享的 是不需要同情的是吧 你无法体会别人的幸福的心态 但是你可以体会别人的 同情别人的这个悲剧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 在希腊文里面就有苦难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 基督信仰 它是一个苦难哲学嘛 是吧 所以同情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分担苦难 共享悲剧 所以在于深入悲剧的诞生地的 与他人形成一种心灵的功名 所以西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说的特别好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语 他说 当时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真的同情有的时候 他是一种肉体的功名 心灵的功名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个受烂剂 看到耶稣被那种带钉子的皮边抽打 看到他的头上带着一个经济的冠冕 然后血流下来 看到他被钉十字架 哎呀 你哭的是无法抑制 真的是 我每次都不敢看这个耶稣受烂剂 然后放一个背景音乐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真的他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写的一首音乐 就是从圣母玛利亚的角度去写出的一首音乐 就是他能够真实的通过音乐的形式 能够把玛利亚当时他作为一个母亲 他的内心的痛苦 真的跟你细致如微的展现出来 就让你真的听起来 那种心灵的哀痛 那种哀歌 去一次又一次的就是 拉扯你的心灵 非常的震撼 所以你看他真是说的很好的 他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讨论这些个悲剧的精神 讨论一些意志的精神 讨论同情 讨论这个讨论纪念 讨论赞美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你自己在肉身之内 而耶稣呢 他是道成肉身 这样构成了一个心灵的公民 你不要把自己拔高 你不要上来就觉得自己是个圣徒 天使不用掉眼泪的 你真的是 所以我们之所以痛苦 之所以哀伤 之所以我们有一个哀歌的传统 是因为我们在肉身之内 所以我经常我会这样说 我说当我想起这个王仪弟兄 遭遇耳光的抽打 当我想起王仪的身体 被囚禁在监狱之中的时候 我远在千里之外 在一个风景如画的这么一个海边 我的身体也撕心裂肺的疼痛了 真的是 那同样的道理 那更高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精神的标杆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他的鞭伤 我们真的我们的同情心抵达了人类的情感的最高峰 所以你说这些话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我的所有的思辨呢 都在人的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共鸣的层面 我并没有去思考中国想何处去 思考一个国家 思考人类想何处去 所以我现在对一天到晚思考国家命运 却没有时间思考个人的那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些个所谓的先生们呢 我是开始产生一种巨大的怀疑 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 不管他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 我都开始怀疑他们 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表述 一个人的个体精神如果没有构建起来 所有的国家主义思考通通都是骗局 而我们被这个骗局已经耽误了几千年了 应该到了醒来的时候 要少思考国家想何处去 因为这样的思考会给自己一种使命的假象 有一种在野如在潮的无耻的幻觉 因为这样的思考在开始思考之前 就已经把思考这本身也就是我自己 推到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位置 这是更彻底的无耻 应该多思考自己作为一个人 到底应该想何处去 一个人的生命永远大于土地的价值 一个人的意义永远高于国家的意义 想明白的一点我们就要现在开始行动 我们就是别人不愿意醒来 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被上帝唤醒 一个人去看看天空多么疗远 大地多么宽阔 生命多么珍贵 自由拥有的上帝是多么永恒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到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永远大于土地的价值 你看我们这些人现在做事情 为什么我们为主耶稣热泪横流 此时此刻 为什么我们为美国 为川普总统这样的奔走呼号 永不放弃 是吧 这是因为我们在关注生命 关注一个人的生命 关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 而不是关注美国向何处去 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 你就有点原因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比如说我们学诗歌的时候 上来我们就读了爱亲的诗 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是长寒泪水 是因为我对这个土地爱的生辰 你想想这个话 其实你要跟美国的精神比起来的话 你根本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美国人是为什么我的眼里是长寒泪水 是因为我对一个一个鲜活的美国人 是因为我对上帝的那些个选民 是吗 就是用爱亲的话讲 是不是 爱的生辰 是这样的 所以美国他作为一个土地 他并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属性 每一个人真正的生命 是用康德的话讲 是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当我们沉思心中的道德律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都与福性 所以这就叫 其实我们说这些话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么一个词 是一种意义的精神 按照一般的传统的习惯 我们在这个哀痛的时候 我们在激动的时候 我们在奔走呼号的时候 我们都是像爱亲的状态 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寒泪水 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生辰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对一个一个鲜活的人 对上帝所造之人的那种同情与怜悯 那导致我们爱的生辰 是不是 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说多年以前 我还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 比如说我是这么写的 我说天空多么难 大地多么宽 我的奔跑多么自由 你飞翔不远 星光多么高 河流多么长 我的爱情多么浪漫 你天使不远 就是你其实我是二十 这首写摘西句子的不叫诗歌 有点像歌词 不到二十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像爱情一样的说 我深深热爱这片土地 高山河流 这些话 大海这些词 就全是宏大叙事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 你看奔跑 我的奔跑多么自由 一个人的奔跑 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是不是 我的爱情多么浪漫 你天使不远 完全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这是回头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那个时候渴望爱情 但这种渴望 或了或少是表现出某种 举摸 举目观看的 这个意志精神 举摸观看这个词 在圣经里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我要是建议大家 读书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在有些意志的词语面前 意志的词语面前 你要停下来 真的要思考 所以我们的心灵在远方 这是我的心在远方 这也是一首诗歌的名字 是英国的一个桂冠诗人 叫普博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1米32的身高 他曾经写下了牛顿的木制名 你今天去看牛顿的墓地 他有一块墓碑 上面有首诗 就是普博写的 这个大概一次 我也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说世界一片混沌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 于是一切豁然开朗 这当时中文翻译了 其实你读英文的这个诗句 更有感觉 他普博写过另外一首诗 就是我的心在远方 我的心在高原 我的心在高原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读到这首诗 我记得我是在 中国清电报上面 一篇不知道是谁 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引用了他的一首诗 我真是终身不忘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的心在高原 真的是 在高原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而不是在某个女人的怀里 这是上帝给我的 形而上的想象力 我那么年轻的时候 我也从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本书叫圣经 我就开始拥有这样的一种 超越经验的 形而上的一种想象力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多年以来 我行过死因的幽谷 走过人间无底线的黑暗 不断朝着远方出发 不断朝着高原出发 靠的就是这种意志的精神 后来我终于确定 当我读了圣经以后 我明白 是上帝的话语 这种意志的精神 就是我对上帝话语的渴慕 所以我就跟大家想 分享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叫做意志的精神 当你拥有了意志的精神的时候 你做事情你不会心意放弃的 无论是生活 还是参与到公共行为里面 你都不会放弃 所以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 我说时光有限了 我的朋友 我们要努力做工 我们要吃自己的饭 千万不要浪费的光阴 千万不要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 千万不要这个中头掉链子 千万不要随便就放弃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的精神 要推到这样的一个层面 我们才能够解释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这些个迷恋成功学的华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个苟且偷生的华人 在美国公共问题的层面 在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层面 我们为什么表现出一种超有我们的 传统精神的这么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切的一切 你都是要感谢上帝的话语 它是上帝的话语 赋予给了我们伟大的第一推动力 谢谢大家